4月26号晚,最新一季《奔跑吧》在浙江卫视开播,节目播出后立刻引来众议,新一季成员淡换血,除了队长邓超,陈赫王祖兰和陆寒都退出了,于是新一季的老团圆就只剩李晨,贝比和郑凯,新成员朱耀文在第一期节目中表现一般,行走的荷尔蒙和《总语真人秀》有些水土不服,鉴于王燕林之前在《总语》上的表现,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,从第一期节目来看他的搞笑功力还是不错的, 但是不足于挽救整个大局,而黄学兮、宋玉琪虽自大流量,但经验不足,不但说错嘉宾的年龄,宋玉琪还称朱耀文为叔叔,并说错了朱耀文主演的电视剧的名字,网友纷纷表示缺少了前队长邓超,新一季的《奔跑吧》总是少了点什么,毕竟作为灵魂人物的他在整个团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毕竟他的超市英语可谓是家喻户晓,跑团团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他这样的效果, 而之前的《天霸动霸团》走红网络,邓超和陈鹤这个天才和学霸的组合,每每都能碰撞出火花,但是新的尝试总是应该被鼓励,希望跑男少的邓超也能在其他成员的带领下越来越好,小伙伴们你们喜欢新一季的跑男吗?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